- 各位朋友們早安啊,我是盧乃,2022真的到尾聲了 不知道大家對於今年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看到有些事情正在慢慢的變好,就感覺 哇,2023一定會是個更棒的一年! 回到這題,大家有沒有覺得 欸,今天好像很常看到AI的各種新應用耶 從自動生成繪圖的Mate Journey搭理 再到Meta AI的台語英語翻譯系統 美圖秀秀的AI畫圖最後又出現一個自動生成語言的Chad GPT 尤其最後那個Chad GPT實在有夠厲害 推出一天就馬上造成熱議 就連馬斯克都說這個Chad GPT在某些地方真的是強無敵啊 那Chad GPT到底是什麼? 不如直接問問他,讓他自己來回答 由專門研究人工智慧團隊OpenAI開發 它是一個人工智能模型 能夠通過對對話資料進行學習 產生自然流暢的文字 優勢在於能夠與人類模仿對話方式 並且能夠根據上下文做出適當的回應 因此他在實現聊天機器人跟對話室介面的應用 具有很大的潛力 到底是厲害到哪個程度呢? 這邊分享幾個網友 請Chad GPT做出來的東西 像是請他用JavaScript語言寫一個3D模型出來 或是請他幫你做電腦作業 不難看出Chad GPT已經具有超巨大的知識庫 能夠在短短幾秒鐘內分析問題、組織答案 給予想要的資訊 但為什麼他這麼厲害呢? Chad GPT就是因為有GPT 3.5的大型語言模型 才能夠什麼問題都通 那這個大型資料庫到底有多大呢? 雖然官方沒有公布GPT 3.5的模型數據 但是他的上一代GPT 3的神經網路就有多達1750億個參數 講數字大家應該很難想像 我們換個方式說 OpenAI團隊把截至2021年前網路上大量內容 例如新聞文章、網頁內容 甚至我們的社群貼文 你想得到會在網路上出現的文本 都丟給Chad GPT訓練了 在擁有這麼龐大的資料庫後 加上AI訓練師人工干預訓練模型 現在Chad GPT真的能夠在短時間內 跟我們最佳化的對話結果 聽起來好像真的很厲害吼 那我們可以拿他幹嘛呢? 我先來分享我有請Chad GPT做過什麼 我有請他幫我想影片發想啊 日本旅遊建議、用藥諮詢 跟貓咪行為問題 雖然這些答案啊 我自己在網路上就找得到了 但他厲害的地方是 他可以很快的幫我蒐集整理跟總結 所以他很適合在最開始蒐集想法時 幫你丟出一些可能性 當然你也可以問他一些更輕鬆的問題 像是晚餐要吃什麼啊 或是請他講個笑話 有一些專業使用者啊 可能就會拿Chad GPT來寫 code啊、debug、寫詩、寫作文 甚至還有人用他寫的論文出來 等等 論文都被寫出來了 這真的沒有使用上的問題嗎? 這好像就跟之前有人用AI畫出來的圖 拿到第一名一樣 AI到底有沒有使用規範? 有沒有版權? 有沒有道德問題呢? 如果他們都是拿已知的資料庫給拼湊出來 那做出來的東西到底是歸誰呢? 是歸下AI指令的使用者們 還是歸被汲取素材的創作者們呢? 不是自己做出來的東西真的可以拿出去使用 代表自己甚至拿去比賽嗎? 我覺得不行耶 就算我超厲害很會寫指令 去給AI幫我生東西出來 但我充其量就只是一個很懂AI的人 AI所做出來的東西啊 就只是幫我們加速創作的過程而已 像是TrackGPT這麼聰明幫我想了這麼多腳本想法 我還是要自己去思考說 我要怎麼使用跟怎麼延伸 如果用了之後我要怎麼修改 我不能AI端什麼東西給我 我就照單全收耶 我還是要有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人類其實不會被AI給取代 因為我們才是擁有決策權的那一位 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 你們有用過TrackGPT的嗎? 如果用了的話 你們都問他什麼問題呢? 你們會不會害怕 AI有一天會取代人類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討論哦 這集小電報就先到這邊啦 我是露奈 先在這邊預祝大家 新年快樂2023一定會是一個很棒的一年 掰掰